我們如果用的是一個範圍的話 那你看到A3到A10 其實乍看之下呢 當然你有時候還要再轉個彎 還要再想一下 這個範圍到底指的是什麼資料 可是另外有一個方式說 你也可以用名稱來代替 那什麼叫名稱呢 以後這個A3到A10 你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名稱叫姓名的話 那以後呢看到姓名就知道是A3到A10 那我們可以 那首先當然 第一個是要定義名稱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定義五個名稱 因為這邊有五欄對不對 我希望呢很快的一次呢 這個名稱代表的是下面這個範圍 這個名稱代表的是下面這個範圍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一次幫我做五個名稱的定義 那名稱定義 特別說一 請你先選取包含欄位名稱 一直到下面的資料 這個特別說上面的名稱一定要選到 第二個切到公式裡面的 從選舉範圍建立 從選舉範圍意思就是說我的選舉範圍是這個範圍 那名稱從哪邊來呢 從頂端列來 所以把頂端列打勾 其他不打勾 按個確定之後 那它會怎麼做呢 它會幫你找到這上面的頂端列 它的範圍就在下面 OK一直類對 那一次五個欄位它會建五個名稱 所以這個方式呢 來建立欄位的名稱其實非常方便 按確定 那我怎麼知道你的建立範圍對還是錯 你可以切換到名稱管理員 裡面呢你可以找到比如說編號對不對 你點一下編號 編號的下方參照到有沒有 你點一下它 它就會出現了 這個名稱就代替的是這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它會用虛線來告訴你 以後的編號就指著這個範圍 那如果說你以後呢 只要是編號就代表了這個範圍就OK 那姓名也是一樣 點這邊一下 那你會發現姓名在這裡 OK好那我們如果說要把剛剛的公式做修改的話 很簡單 一把原來的編號對不對 把它delete掉 當然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從公式 或者是游標放LUGA LUGA上面按插入函數 確定之後的話把這個刪掉 這個是編號 所以你按F3 特別是要按F3 會調用什麼呢 你剛剛的定義好的名稱 變成一個清單 所以未來如果你有很多個項目 那先把那個範圍定義好 再利用F3 就可以把那個名稱帶出來 這個方法非常好用 OK 它有點像是 在eSale裡面使用觀念式資料庫 其實觀念式資料庫的概念也跟這個蠻類似的 就是這個資料 關聯到另外一個範圍 這個概念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這個其實我用的機率其實還蠻高的 尤其你資料很多 範圍很多的時候 我是強烈建議 你可以把它全部定義成範圍之後 再配合F3 把它點兩下 這個範圍是姓名 你可以按F3 也可以把姓名帶過來 按確定的結果其實會是一模一樣 不過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點到這邊有沒有 上面的公式的可閱讀性會相對的提高 一看喔 這個查是查這個嘛 F3然後去哪邊查 去編號裡面查 查把什麼資料帶回來 把姓名帶回來 有沒有 那如果你剛剛是A3冒號A10 A3那你可能要在 如果還有跨工作表 那你又要在另外一個工作表查 其實相對的會比較不容易理解 這個第一個 利用那個定義名稱的方式來做 特別說從先1選取這個範圍 2從選取範圍建立 頂端列按確定 Check一下這個地方 OK 然後呢 以後要調用的話 記得喔 是利用什麼呢 選取 我先把這個範圍Delete掉 F3 按F3呢 它會調用 把編號有沒有 輸入上去 這個是總銷量 所以把這個 那第二種方法 你可以在直接公式裡面 F3 總銷量 OK 打勾 這個也OK啦 其實結果都會一樣 只是說呢 我們用的是 定義名稱的方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利用那個定義名稱的方式 來存取這個 原來的範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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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